真没想到我们家在DEC里面实现了蘑菇自由 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 那Gary去年发了几个维护DEC的帖子 被很多人收藏 打去修复自己家的DEC了 那这期视频我来更新一下 去年我用的这个Woodfiller做的效果 并不是很理想 里面很多都裂开了 继续的腐蚀腐烂里面的木头 还出了这种小飞翼啊 效果不太理想 那因为我们家DEC下面的结构还是挺坚固的 换成全新的木头表面上面的效果还是非常好 那这个视频我带大家来重新来做一次 前几个视频的话大家也可以看看 那我在这里的话推荐大家使用新的木头 不仅能够啊用的更久 而且性价比也会更高一些 首先第一步你要找好尺寸 因为木头啊比较长 在Home Depot的切下来 用回来比较方便 放在车里面 具体的尺寸你需要注意两点 那第一个的话 是一定要包含你想替换损坏的部位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尽量把它放在两个梁 beams下面的梁的中间 这样的话会比较稳定 那拿到尺寸之后 就可以去Home Depot的购买木材了 那我买的是这种 Asher Traded Lumber会比较硬 比较扎实一点 尺寸的话是2x6x8ft的一个尺寸 我买了三根 里面的话有免费帮你切的服务 在买户外用的油漆 在deck上面可以用10年 还可以防水 我买的是Woodtrip这个颜色 然后是solid 这样的话会盖掉木头本身的木纹 对了 如果你们想自己做地库的地面的话 现在就是时候 来看一下这原材料都有的 回家之后 找到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 戴好手套 护目镜 口罩 第一步的话就是把切掉的部分打磨平整 第二步的话就可以上漆了 摇云在用Home Depot免费拿木棒 搅拌一下就可以上色 为什么 这个时候提前上色和之前不一样 因为我发现这样的话更方便上色 它两边的地方尤其如此 你安装之后上色就非常的困难了 一共5面上好就OK 去年安装的时候 我发现漆口相连接 两个木块相连接的地方非常容易掉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连接处多涂几次 涂好之后大概三个小时之后 它差不多干了 把它放在需要换的烂木材的旁边 确定好切割的位置 就可以开始切了 切完之后把上面的钉子给取下来 当然因为这些都腐化的非常严重 有些钉子你肯定取不下来了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使用撬棍才能把它撬起来 如果木头过长钉子的话 过度的砍在里面的话 你需要用锯枪先把它锯到一半 然后再把它撬起来 这样会更加容易一些 这样的话你顺便可以把DEC里面的垃圾 还有生长的一些树枝树母都给把它拔出来 反正是稍带手的事情 之后的话就用那种方头的钉子 长钉子把它固定好就OK了 接口的话就像刚刚我说的 要多涂几遍油漆 截断的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离底下的那个beams 那个凉比较远 不然的话站在上面会有种塌陷的感觉 最后搞完其他的木头之后 用剩余的油漆把之前没有上好的地方再涂一下就OK了 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不快入冬了吗 一定要好好维护一下DEC 以免冬天的时候小动物的话会破坏 或者是你去除雪的时候 站在上面会塌下去 其实这个户外项目的话还算是入门级别的 非常简单 效果的话也非常好 基本上一个下午就能全部换完了 成本的话我这三大根 再加上户外油漆的话 是一百刀以内这样子 赶紧去做起来吧 房屋需要关怀 生活如此有爱 关注Gary 一起用心生活